老万一人开卡机500东北之行的第三天 今天晚上应该是停在沈阳的齐帆山 我每次开这个头坐在这我就感觉这不像在车里 真的像我们东北的大炕 这两天开这个车给大家整体说一句吧 就是两个人出来玩这个车太响了 给大家看看我车里收拾的利不利上 然后咱们就出发 看这炕收拾的 这边没毛病啊 这也挺厉害的 因为我放了一个东西 所有的乱七八糟都放这了 然后这是厨房区域 我的自拍杆 厨房区域是不是也挺厉害的 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打卤面 好嘞 做完安全检查就出发了 说到大家能不能听清啊 就是这个车给我的感觉是越开越小 就是刚刚也开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开过轻炸的 然后开一位过的就觉得它有点 就觉得它有点大 但是现在开了几天 就是又开越小 我估计这个就跟数量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另外为了真实的展示这个行驶的过程中 大约开八十的时候 车里的这个造影我就没有用卖款 就是原生收的 大家可以借此参考一下吧 到辽宁的水中服务区 给车加柴油 详细的算了一下 我这一路上速度基本上没超过85 现在的平均油耗是11.7 可能你会比较吃惊啊 然后我就专门问了一下厂家 他们也重新做路士 在速度没超过100的情况下 他们的油耗是13.5 所以这个油耗是仅供参考 我觉得如果保持在85到90之间 这个油耗是12个油左右 这个数据还是可信的 你到这个东北 特别是过了沈阳吧 我跟你说车就少了 现在在服务区休息一会儿 今天计划有变啊 本来要停沈阳的七番山 但是因为我爸太想我了 让我快点赶回去 所以今天晚上就停公租令了 离我爸那就是700多公里吧 这个视频里还在跟大家透露透露 就是我驾驶这个卡G500的整体的感觉啊 我这段提了提速 基本上90100跑过来的 确实开着挺舒服的 它肯定没有那种轻客 就是那种舒服 但是在卡车里 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好开的了 来回遇上这些大车 你像京哈高速很多这个大车 我也没感觉被大车带的跑偏什么的 而且我基本上定速巡航 它定速巡航的时候挺稳的 原厂带的气囊 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现在要上车了 继续出发 这大驾驶室就缺个人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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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200元 这样可以算的吗 看看 正在支付金商口 您好 看看 老姜大哥请我吃的一个东北菜 必须一点 这是老姜大哥家的老爷子 老爷爷 当年范伟老师扮演的标哥 说了一句话 说我是辽北地区的狠人 我们现在这两台车 就可以说是辽北地区 乃至整个东北地区 唯一的两辆 我们这两个车主都是很 没因为家的卡居500 耶 这里欢迎大家来万家灯火房车俱乐部 向后房车体验中心 360度体验房车